野狗问题在过去不只是新北市全国都有同样的问题存在 从淡海新市镇人口越来越多的地区更是明显 而这些常常不定时喂养野狗的民众又要如何与动宝处配合 让野狗与居民生活达到平衡 这些细节问题又该如何解决 画面中的野狗看到动宝处闪着黄色警示灯的车辆 就知道来者不散 向同伴费了两声表示警戒 这里是淡水区萨轮路与新市六路的交汇路口 夜晚的淡海新市镇时常会上演这样的景象 过去新市镇大多都是田野草丛 随着淡海新市镇的发展 人口越来越多也造成不少在地居民与野狗生活环境重叠 衍生出不少居民受伤事件 如果有刚好流浪狗串出的话 非常容易造成人员的受伤 那现在希望能够透过我们今天跟动宝处的协商 能够尽量维护到整个新市镇范围 让流浪狗迁移到远离新市镇 让它到适合的环境去 那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执行方式 达到我们尊重生命的一个 能够达到一个平衡 里长说这几年不论是野狗追人 或者是被野狗咬伤 还是夜晚野狗发情狂吠 让居民吵到无法入睡的情况 可是越来越多 原因就是最初新市镇除了原本的野狗 加上外地或本地的民众 将宠物狗儿带到这边来弃养 时间一久野狗就越生越多 现在许多爱狗人士的爱妈爱爸 不冷心狗狗肚子饿 不定时会来这边未时长久下来的问题 更引发许多讨论 甚至两方不同意见的论战 但是问题最终还是得去执行解决 我是说因为他们不会讲话 因为我们变了你们的政策在走啊 天啊啊 对不对 我们在研放的时候 那些狗我们再放到别的地方 可是它不见得 我们把它引到别的地方 它不见得不会回来这个地方 没有我是说我们现在 现在要处理的态度 我们也不能够太消极去处理这件事情 因为确实是说 不管它是蝶伤的或是怎么样 都是因为有样狗所造成 造成公共卫生伤的一些 会造成居民的恐慌 流氧狗在单嘴新市镇 确实有造成一些对居民上的困扰 那我们希望说 透过沟通协调的方式 能够让在地喂食的 喂食的爱心人士 能够把喂养的地点 慢慢的迁离新市镇 流氧动物的节眨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它可以让数量得到控制 那同时也是呼吁说 民众不要随便的将动物 去做弃养的动作 会导致流氧动物的数量越来越多 环境跟噪音的困扰 新北市洞宝处 与淡水动物之家 每天都会巡视新市镇 来抓野狗 带回执行劫渣 TNVR 过去在废除安乐死之后 TNVR似乎也成为 解决野狗的唯一选项 不过在抓狗狗的同时 七市洞宝处的基层人员 也会遇到爱妈爱爸们 他们不是不配合 只是希望同样是生命 都可以受到尊重 基于现在我们淡水新市镇 已经轻轨快完成 给他通车了 为了我们的狗群的安全 动宝处跟收容所 跟我们劝导 希望我们跟他们合作 用最友善的方式 对待我们的狗 也用最人性的方式 对待他们 顾及行人跟机民的安全 我们人车的安全 那是最首要的目的 我们会尽量配合 我们动宝处跟收容所的政策 淡水区淡海新市镇 人口越来越多 再加上轻轨就要通车了 若野狗持续在马路上穿梭 对于狗儿本身也不见得安全 而爱妈说他们爱妈爱爸 都会互相联系 定点位时也会带野狗去劫渣 只是希望人与狗可以互相尊重 别去挑拨野狗 动宝处与爱妈在沟通之后 也希望将喂养的地点 慢慢移动远离新市镇 期盼在双方达成共识下 人与动物之间的生活 可以取得平衡点 记得许端一带去参访报道